以為你... OH NO!!! 很多蛋白水耶 原來Sukira在日本都有的 嗯... 真正直 真正直 什麼電台 大家好 歡迎收看IG 大國際 我一會兒去買牛肉飯拍IG 你吃不吃牛肉飯 好呀 那我現在去買了 謝謝 等我回來吧 而且是IG 而不是Gang Channel 但是你今天沒看我 蛤?? 現在不是這個運作 歡迎收看Iggy 最近大家都知道,還有一間叫東京 搞了你很久了 最近就是一間TOKYO CHIKARAMESI 都是在旺角開的 你做一次嗎? TOKYO CHIKARAMESI 這間爆了 這間一出的時候 被人說是美心集團 他之後自己發表了聲明 跟大家說,那就不是 所以這次就特意將這一間 和平常吃的Sukia 給一給,到底哪一面比較好吃呢? 我這次就買了四個飯 就是最普通的牛肉當飯 我當然會配溫泉蛋 我是無蛋不寬的 一會兒就給兩間的味道有什麼不同 然後在TOKYO CHIKARAMESI 就買了這個鹽燒牛肉當飯 因為Sukia那邊就沒有說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我就找了一個都很特別的 熱用三色芝士牛湯 真的很喜歡吃芝士和蛋 那現在就是試一試普通的牛肉飯 放溫泉蛋不夠下去 OH NO 為什麼會這樣? 有很多蛋白水 為什麼這次EG不是去拍糖吃呢? 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覺得叫外賣回來拍食品 還實際過真的出去吃 因為我剛才出去的時候 排糖吃的情況其實很少 現在大家都想吃外賣 我當然是叫外賣來試給大家看 我自己沒吃過這個Chikarameshi 但是無論是在日本還是香港 我是經常吃Sukia 我看到Sukia是日本也有的 是日本餐廳 Sukia Sukia 我好像滿足 我也吃一間 牛肉很香 Sukia的食物全部沒有蔥沒有菜 只有牛和洋蔥 然後就是牛汁 然後還有一堆飯 Cicarameshi 就有點不同 Cicarameshi上面有些通菜 是不是通菜 菠菜 上面有些菠菜 都是洋蔥和牛肉 這個米飯比較香 以這餐外賣來說 Sukia的飯比較軟 它是比較... 粒粒分明的食物 對 所以我會很喜歡這隻飯 可是我自己喜歡Sukia的牛肉 這邊我覺得牛肉比較淡 但如果選擇飯 我是選這間Chikarameshi 但如果選擇肉 我就選Sukia 嘩,這兩間餐廳想怎樣 是不是已經談好了 我想一下這個等待時間的問題 每間店我都點了兩個飯 我又特地計算了等候時間 Chikarameshi的等候時間大概是17分鐘 然後Sukia的等待時間大概5分鐘 快很多 Sukia很快 到底這個68元的鹽燒牛肉 當配溫泉蛋好不好吃呢 因為不是我們 所以我們沒有放一隻蛋 是啊 它的牛肉是有點不同的 因為一個燒,一個是牛丹汁 OK 哇 嗯... 精精子膠 我才說什麼? 兩個飯完全不同 哦,精精子膠 哈哈哈 嗯... 精精子 哈哈哈 什麼原因 如果下次我去吃,我只會點這個 因為我很喜歡吃京蔥 哦,上面全部都是京蔥 如果它沒有汁,令飯更加粒粒方便 更好吃 這個很香 我自己是不喜歡吃蔥的人 但是日本蔥我是碟手的 重點是它的牛肉 那股鹽味,那股鹹味 你能吃到嗎? 我都吃到有鹹味 它很厲害 它沒有咸到神規 但是又不會淡到你覺得 啊?鹽燒了 剛剛好啊這個 這個我都給很高分 68元是大碗 這個飯很好吃啊 哇... 我單手這麼囂張 做過廚房的嘛 它把裡面所有的食材 一次過借會跑掉 我覺得它比Sukiya好吃 我吃過Sukiya,它也有鹽燒 然後加點蔥在裡面 Sukiya也有鹽燒嗎? 為什麼我剛才看不到呢? 應該是之前有人吃過 因為它沒有平時牛湯 你只用熟熟牛的感覺 它鹽燒的層次感會比較好 我們也是 我試完飯 上次吃Sukiya,飯也會黏在一起 這個會比較好吃 是啊,這個飯會比較好吃 性格比不高 但是... 好吃 每月可以一天的牛湯 哈哈 那就是飯團的意見 我們閃人 這個熱溶三色芝士牛湯就56元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L size來的 應該可以叫小一個size 因為一定很濃 濃到爆炸肯定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般的吸引 對我自己來說 就是普通的四方液的芝士 說真的 三色的芝士 融了之後 其實對於你來說 就等於一塊芝士而已 對,但是日本人是很追求 多少種芝士 真的嗎? 我看那些飲食節目 有很多人都說 什麼五種芝士 然後說什麼芝士 但其實你吃下去都是很膩的 芝士味很濃 我只能夠說 我這個飯的芝士味也很濃 但是我下次如果我點的話 我會走洋蔥 洋蔥加芝士我不是太喜歡 牛一樣都是好吃的 但是注意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牛的香味 比芝士更濃 你基本上真的在吃芝士化的麵包 可能要加卡拉斯 吃Balance 不要啦 可能那是為什麼要吃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芝士的話 這個芝士味不頑 我自己覺得 都真的蠻好吃的 我自己去Sophia 都是一樣一樣的 就是秋皮牛蛋 我一定會怎樣 很好吃的 因為我一樣都是喜歡吃秋皮的 因為我喜歡 五色加蛋 加秋皮 攪拌一堆日多汁 滑上餐 Doda Tsukia 和Tokyo Shakahara Hashi 不是不是不是 為什麼你說了你那樣東西出來 Hashi是筷子 Doda Tsukia 和Tokyo Shikara Mashi 哪一個好吃一點 我們現在要給大家 只是計今餐 兩款你吃過的飯 就這樣說牛肉飯 應該就 Tsukia 贏了 因為我們剛才說 吃牛肉飯都是想香牛肉味 那它的牛肉味的確 香過這個Chikara Mashi 留意一下價錢 因為Chikara Mashi 它不是有很多尺寸的 它不像Sukia 有四個尺寸的 只有兩個 大和小的 小就五十八塊一個 但是這個Sukia的溫泉蛋牛丼 大尺寸 但是是四十五塊 它是比Tokyo Chikara Mashi 很多的 是十三塊的 Chikara Mashi 這個 平常的尺寸 它是壓得很實 和很充手 我也想這樣說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份量 它的小和大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點差不多 也不奇怪 它是四個尺寸 它最強是它的大大 它就是冰和大 冰其實在日本是不算小的 平常 其實平常對所謂大 但它的大還有加大 那大家就自己想想 不過如果它們的飯量差不多的話 它價值很多 它價值了十三塊 牛肉就比較香 所以我自己覺得Sukia贏 Sukia always eats bread 到第二樣了 Sukia就叫了熱溫三色DC Tokyo Chikara Mashi 就叫了鹽燒溫泉牛肉飯 誰贏 我是鹽燒溫泉牛肉飯 Tokyo Chikara Mashi Sukia always eats bread 哎呀 我真的很好吃 翻轉頭了 我覺得鹽燒它真的做得不錯 那些蔥 加上所有東西都很好吃 這人慘了 如果有人說Sukia原來有鹽燒 只不過我眼裡看過路 那我就沒什麼 這次EG就到這裡 結論就是 如果你想吃牛的香味重 可以去Sukia 如果你想吃鹽燒牛的話 可以去Tokyo Chikara Mashi 如果你想吃飯 是粒粒分明一點 都是Chikara Mashi 但如果你想吃便宜一點的話 你就是Sukia 這個結論很模糊 但是真的 沒有辦法 Mashi的Bear真的比較貴 這個比拼已經變成了一個參考了 而且也很照顧個人口味 沒錯 以下就是我的評價 你們叫外賣的時候 可以試試叫來吃 看看說得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有吃過的就留言告訴我 沒有吃過的 吃完就留言告訴我 到底你們還有什麼餐廳 想我叫外賣回來 留言告訴我 多謝收看EatG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追蹤我和他的IG和Facebook 我和星期一和星期四出片 但現在的Studio還沒完全完成 所以我還是盡量維持一個星期一片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